8月28号,亚加达亚运会结束了第十天的角逐,中国队当天收获11枚金牌,在此毫无疑问领跑当日奖牌到日榜,本届亚运会表现不俗的日本队暴冷,在一天的比赛中没有收获金牌,只获得两枚银牌。 6枚铜牌,而韩国队取得了4枚金牌,缩小了与日本队金牌数量的差距,这样中国队与日本队的金牌差距逐渐拉大,中国金牌数量97枚比日本队43枚,整整多出54枚,而韩国队32枚金牌与日本队的金牌差距,缩小到了11枚,中国队奖牌总数达到206枚,突破200大关。 不过比赛进入第10天,中国金牌数量没能破百,这也有些意外,金牌数的下滑值得相关从业人员反思,只有全面推进全民健身,才能提高国人整体身体素质,才有更好的鸟子进入国家队。 获奖回顾,中国乒乓球女团,男团在决赛中,均以3比0战胜各自对手轻松加得冠军,乒乓球霸主地位不容撼动,跳水项目中国队首秀,便将金牌全部收入脑中,为跳水项目起了一个好投。 此外中国女卒祭拜中国台北队,闯进决赛,本届要与中国女卒无偿比赛全胜,近31球0失球,一路碾压进入决赛。 决赛中的对手将是威冕冠军日本队,中国台北13级还在第6位,中国香港四金牌在第13位,中国澳门还是一块金牌。 这个比赛是中国台北在羽毛球女子弹打项目获得金牌,中国台北,中国香港,中国澳门已经获得18金,本届要运会是一个历史新的突破,在29日,中国队将破百金,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